普丁下令10月1号 要拿回被误军误亲的库斯克 两军已经在当地爆发了激战 开战以来 俄罗斯已经阵亡了超过3000辆的坦克 现在速战速决的背后 是不是普丁已经弹尽圆绝了呢 眼看老大快不行了 小弟金正恩 当然力求表现 今天七成又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所有一切你所看到的 仿佛是军武商品的展示 新一批的火星11号 已经交货给俄罗斯 他可以期待战术核武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会让整个俄乌的战局 缴获得多复杂 会成为普丁发动核战的新拳头吗 昨天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是川普讲了一句话 我认为极可能成真 他说了什么 他说如果俄乌战争再打下去 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文言聪听吗 不是 从今天的发展看起来 核武大战已经绝对升高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近在眉睫了 怎么来看呢 很简单 本节目是全台湾一直在讲 普丁在九月份一定要把库斯克收回来 是 是不是 对 普丁今天正式向全世界下了绝杀令 十月一号 库斯克一定要收回来 剩十八天了 半个多月而已 就是这半个多月将是血流成河 询问普丁已经下了向全世界说 我要收回来 是 我先插播一下一个最新的消息 北韩在今天早上 不止一枚 你刚才讲一枚错了 是很多枚 是 这个火星死一的短层弹道飞弹 啪一下打到往日本飞过去 好 我跟大家一定要讲 它的射程是三百六十公里 是 打到一个无人岛 我跟大家讲 火星11号 7月1号第一次亮相 是 第一次亮相之后 啪一枚打多少 六百 第二枚啪打一百三 对 今天啪啪啪好多枚 打三百六 对 这是在干什么 进中远全境覆盖 进中远 代表说我的火星11号 我可以打近的 我可以打中的 我可以打远的 是 给俄罗斯验货 他打这个是给俄罗斯验货 他是军武展示 不是 给俄罗斯验货 当然他有点吹牛 是 他说他这个可以带超大型弹头 前手未见 4.5公吨 我是不相信 他如果可以带4.5公吨 我告诉你 那是天大地大 不得了 那个一枚打下去 天翻地覆了 是 好 现在俄罗斯要反攻 我刚刚一开始讲了 他第一个是飞弹战 对 他缺飞弹 缺飞弹 所以现在他飞弹有两个来源 是 北韩 伊朗 伊朗飞弹已经运去了 到手了 现在美国昨天宣布对伊朗 因为运飞弹 最新的制裁来了 对 好 现在飞弹过去了 我还要讲一个 大家要注意南北韩 最近最新的发展是 莫斯科70多年来 第一次被轰炸 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首尔 南北韩 两韩战争之后 也第一次被轰炸 首尔被轰炸 这是天大地大 各位看 这是首尔 爆成这样 看到没有 北韩不是有垃圾气球吗 是 好 北韩垃圾气球 在4号到8号 你知道发了多少没 128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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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你怎么拦截 不是 本来都是装的是这个 排泄物 排泄物 对 脏东西 是 你这样轰炸还没关系 结果现在最新来了 它的北韩垃圾气球 居然有引爆装置 这就实质进攻了 实质进攻 就是等于是轰炸首尔 对 轰炸首尔 注意看 已经引起了两起火灾 是 看 这引起火灾 看到没有 这么大的火灾 对 所以等于是 南北韩已经进入 看 这是不是战争状态了 这是战争 这是北韩轰炸南韩 这是轰炸 好 所以南北韩也进入准战争状态 我们回到俄罗斯 普丁10月1号下令夺回库斯克 如果你常看本节就知道了 10月2号中俄建交75周年 来当贺礼 然后10月份要举行高峰会议 习近平要到俄罗斯去参加高峰会 连莫迪 印度的莫迪都要去 他一定要打这一场胜仗 所以他现在做几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他调六万部队到扑斯克地 第一个他要先渡河 对 因为他的河上桥梁全部被炸掉 他桥梁子都被炸断了吗 对 没关系 他先用飞弹把你打了 用北韩的飞弹 伊朗的飞弹把你打碎 对 第二个我要把你坦克给摧毁 来大家看 这是俄罗斯今天最新公布的 钢铁反坦克飞弹最新的 这钢铁反坦呢 注意看 他比俄罗斯原来的防处防弹弹 只小了四分之一 小了四分之一 它的射程也小 然后它的弹量也小 但是轻便 非常轻便 各位知道 它这一枚飞弹才6.5公斤 弹头才1.6公斤 但是它可以打3.5公里 所以现在普帝尼下决心 新式的武器 新式的飞弹 新式的反坦克 然后整个坦克 全部都要下去了 第二个就是 它要打这个红军城 各位看 这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用卫星 去拍了红军城 大家看这红颜色的 红颜色是俄罗斯的部队 这个是俄罗斯的部队 这是俄罗斯部队 这是它先投的 红色 注意看这俄罗斯部队 已经打到这里来了 这是红军城 各位看 这是红军城 这里是什么东西呢 乌克兰军队在这里 弄了两道壕沟 战车壕沟 让你的坦克过不去 你过得去的话 我这里还有第二道壕沟 看到没有 这个线条 是战车壕沟 让你过不去 那这个点点是什么呢 是它的防御阵地 所以现在双方只剩十公里 这是十公里 现在已经火拼十公里 所以老师很快地 带我们看两个重点 一个库斯克 一个是红军村 这两个都是同一件事 这边是前线在基站 这个地方是乌军要运补 最重要的枢纽 我斩断这里 你这里的乌军就孤立无援了 现在俄乌战争就靠这两个点 第一个库斯克 普丁能不能收复 第二个红军村 责任司机 能不能保住 两大战场 我跟大家讲 注意看 过去一天内 双方冲突交火130次 其中32次都在红军村 都在红军村 因为俄军要拿下红军村 让你为位就造 把库斯克的部队掉回来 就算你不掉回来 对不起 你也断了后援了 断了补级了 看你守得住守不住 对 好 所以现在 在这么激烈的时候 看起来我认为 你昨天讲 泽伦斯基 对 扛得住 对 看起来泽伦斯基 要扛不住了 好 在泽伦斯基要扛不住的时候 就昨天 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这两个 注意看 跑去吉普 见泽伦斯基 他们是谁 这个是美国国务卿 对 布林肯 布林肯 是 这个是英国的外相 拉米 好 他们两个跑去看 泽伦斯基 即刻救援 这不即刻救援 这真是点火核战 他们做了什么决定 你知道吗 第一个布林肯说 我让你用木军飞弹 去攻击俄罗斯本土 这个是远程精准打击的 A-10 A-10 它最大是165公里 是 它将要升级到300公里 对 大家要知道 这个A-10 它用空射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打更远 第一个 现在布林肯说 你可以用这个飞弹 去打俄军 意思说 你在库斯科保卫战中 你可以用这个飞弹 那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了 以前是不准 对 对不起 这是开绿灯 我才不管你普丁说 你如果打我就用核弹打你 我开绿灯给你 中国的外相说 我同意你使用 风暴之影巡异飞弹 还没完 打莫斯科本土 所以英美相继 开绿灯去踩普丁的红线 风暴之影 大家知道 有空射型跟建设型两种 它可以打300公里 它如果用这个空射的话 也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我告诉各位 这不得了 这等于是英美同时刺激普丁 我让基普可以用我的两个徐力飞弹 还有拜登火上加油 说我的长城飞弹 我很可能开绿灯 我现在正在考虑开绿灯 我告诉你 这枪扭转战局 英法一路开绿灯 即刻救援的情况之下 法国 法国的这个锤子炸弹 老师好好告诉我们 躲在地堡里的普丁野心难安 法国这个锤子炸弹 事实上已经很早就用在乌克兰战场了 法国就是说哈的送 每天50枚 每天50枚 打不完的我给 而且它可以放在米格29的战机上面 这点最重要 这点最重要 好 那它带了一个锤子 它精确制造炸弹 精确 就是它这样滑翔翼 找不开 你看 锤炸弘大 看到没有 是 它这个锤下去 然后可以把地堡整个炸光光的 它可以打多久 它打击精度差一公尺 好可怕 对 它今天都要打我们 是 就算误差 也是打到这个桌子 72公里外飞过来 对 误差范围只有一米 对 它标准飞行是72公里 对 但它有可能打到更远 是 好 各位想想看 我刚一再讲 现在主战场在哪里 库斯克 库斯克 红军村 库斯克 普丁 10月1号前 一定要战胜 一定要拿回来 向全世界宣布了 是 我们早就讲了 但昨天正式宣布 红军村剩10公里 对 但是 如果 英国的暴风之夜 法国的锤子 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 全部 我刚刚一开始讲什么 世界大战 我一开始讲这两场战争 最主要是飞弹 对 飞弹先打 飞弹跟坦克 结果你看 在俄乌的战场上 飞过来是 英美发的飞弹 是 这边飞过来是 被含伊朗的飞弹 对 你说这像是世界大战 这就是世界大战的前哨 对 好 我再跟大家讲 如果这三个 英美发的飞弹 让普丁 攻红军村失败 是 这库斯克拿不下来 普丁全盘大败 他只有一个杀手键 核战吗 战术核弹 不是真正的核弹 但战术核弹 就是核弹的一种 好那老师我就问了 如何遏止普丁 不容一丝一毫的判断 让他走上了 核战的边缘呢 好 很简单 美国也知道 他可能会打核战 美国现在 已经在培养 北约国家 跟俄罗斯打核战 美国现在已经把 B61-12的核弹 部署在欧洲 各位看 第一个 这是德国龙卷风战机 膝带的B61核弹 好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一架膝带B61核弹 是德国的龙卷风战机 在美国加州基地受训练 训练怎么样去丢这个核弹 它的核弹可以到5000吨炸药 5000吨可能大家不知道 很简单嘛 广岛15000吨 然后另外一个 20000吨 所以它比广岛日本的 还大两三倍 老师问你 今天如果要战术核武打击 精准小范围的打击 在本质上就核战了 对 为什么用老扣扣的龙卷风 不用引擎战机F35呢 我告诉你 现在要换F35 要换了 对 因为我们一旦讲 你这核弹跟龙卷风 还是要改系统 跟F35是不用改系统的 直接相容 直接相容的 来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可怕 故意给普丁看的 这是F35的战机 居然在芬兰的高速公路上降落 这个画面太难得了 太难了 多少人在拍 你看看 F35在芬兰高速公路上降落 这个要秀什么脏子呢 很简单 F30是可以带B61核弹的 是 B61核弹 然后它可以在任意的 高速公路什么地方都可以降落 来无影去无踪 来无影去无踪 所以它都可以 而且我告诉各位 你刚刚讲说德国龙卷风战机 攜带B61比较 这么老 而且外面发现 错 德国现在决定全面换装F35 对 动真格的了 它现在已经买了35架 是 结果现在俄乌战争厉害了 它觉得35架不够 不够 马上说我再加码8架 是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北约已经在等了 你如果俄罗斯用战术核武打我 你敢动我 大家知道B61核弹也是战术核武 没错 我就用伴侦核弹回你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暴行文 俊相 还有优秀的武器暴行文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哇 真 像